好 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怎么样 看得出来吗 Domo Kami desu 呀 今天要介绍什么呢 今天是这里有蛋 所以我今天要做火爆蛋 这个要浇 对 这个也要浇 你做的火爆蛋 是不是有浇浇趣趣的部分 是你去那种高级的餐厅 啊 你们没有去过高级的餐厅 歧视吗 不好意思 就是咖啡店如果有点过 套餐里面有火爆蛋的话 其实很漂亮嘛 没有下面很焦焦的感觉 那种很漂亮的火爆蛋是怎么做呢 就开始了哦 你要不要乘坐一般人是怎么做 我吗 这个空间只有你 我是一般人嘛 好吗 应该你通常做的方式 跟大家是一样 那我来坐看看好了 好 你再用大火或是中火 中小火好了 中间 中间 中火 好好好 其实我也算是那种 每一次做出来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 第一颗会比较漂亮 第二颗会比较丑的那一种 对 大家没有学过火爆蛋 但是大家觉得 剪一下就好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做法其实有一点不一样 如果你通常用盖子的话也可以用盖子 没有我没有用盖子 有些人是很喜欢盖盖子的样子 应该底上的人都是 底上的人 就这样子吧 这样的状况 嗯 有会变出 嗯 嗯 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恐怖 然后就盖盖子 哈哈哈 是不是大家如果这样盖盖子 盖一下好了 哦 我的边边开始变黑了 哦真的耶 有焦焦的 半家庭的 荷包蛋就长这样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吗 嗯 我觉得这样可以的 应该大家一般家庭的荷包蛋是都这样吧 大家会不会想说 诶 你那个蛋黄根本就没熟啊 看起来 好 这个是一般人的荷包蛋 好 我来做做看 那天上的人跟地下的人的荷包蛋的感觉不一样 所以 今天是天空 空运的 空运 空运来台的荷包蛋 是怎么样 空运感觉有一点不一样 鸡蛋 我们两个都用常温的鸡蛋 因为可能里面不会熟 所以一定要用常温的 然后吃的蘑菇 这个等一下会用到 然后换油后 油太多的话 下面会炸的感觉 如果喜欢的话 这个也可以 就是刚刚那个喷的感觉 对 一直炸底下的感觉 泰国的荷包蛋是这种方式 好像是耶 直接这样用手擦的话非常烫 但是我有训练 像很多要炸漂亮的话 油都要抹平均 对 然后已经很烫 用中火加入好后 跟松鼻一样 这样的话 这个冰底锅的表面不会非常烫 你的方式的话 有下面的温度太高 所以先烤焦下面 然后慢慢上面会熟 所以先温度降下来一点 温度大概下来的话 放鸡蛋 然后先点10秒 你看已经开始熟 我觉得到这里一定有人留言说 这个荷包蛋干嘛要弄得那么麻烦 不好意思我是谁 然后打开 然后如果你想要非常圆形的话 用模型 烘焙店有卖 也可以用 你看已经很漂亮 真的耶 好像贴图的荷包蛋 然后这个时候是大概小火 或是中火就好了 现在是用小火 你看很像舒服模型 对 还有大家很怕 棒手是到底有没有手 是不是会拉肚子 棒手的话 已经里面有杀菌好 所以不是神 可以吃的 然后那怎么查它是有没有手呢 就摸看看 然后 很像感觉到 温温的 或是有一点大 的话 里面有手的意思 做好了 好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怎么样 看得出来吗 一般的方式做的话 还是这边是真的焦焦的 然后这边也有洞洞 你看 那蛋黄的部分 跟蛋白的部分 感觉 不知道有没有手的感觉 嗯 你的蛋白跟蛋黄很分敏 对 嗯 有差 有差吧 味道应该没差吧 这个是一般的做法 做的 就很好 这个也看起来很好吃 但是 半熟吗 好像没有半熟 你家吃一吃的也很好吃 嗯 边边有点焦味 嗯 然后这个是我做的 可以 蘸酱油 它面有熟 但是也有留住来的部分 蛋黄的感觉也不一样 但是蛋白的部分有弹性 蛋黄是真的半熟 嗯 嗯 我的比较生 完全不一样 高级饭店的蛋 而且比较不会油的感觉 很好吃 这个做法的话 焦味没有 受热比较平均 嗯 还有 最明显的地方是蛋白 刚刚的做法的话 蛋白的部分的水分 全部没有的感觉 蛋黄是没熟 但是这个做法的话 蛋白还有水分 所以口感很Q 蛋黄的部分也有种很绵密的感觉 嗯 口感有差 不错 你们做一次看看就知道了 我决定以后要用这个方式做 真的味道有差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好那今天到这里哦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好 感谢观看